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更TV 在此再和大家更新一则突发的消息 在今天早上11点44分 南亚道的六周发生了山火 警方接获行山人士的报案 指一行约二十多名的行山人士 因为受火势阻栏而被困山头 要求救援人员协助 其后 水警及消防员接报到场 正是展开救援 消防轮也赶到现场在岸边舍水撲救 而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 也出动协助救援被困的人士 现场起火原因有待调查 山火的火势在鸭利州海宜半岛也可见到 目前这二十多名被困的人士已获救 并且已上船离开送到码头 事件中无人受伤 救护车也在现场戒备 由相片可见到 散播的位置火光红红 冒出大量的浓烟 天文台在今天已发出了黄色火灾危险警告 表示火警容易发生 呼吁市民应该小心防火 交游人士也应该小心防止山火 而今天正值清明节 不少市民都会上山制造 大家就要记得注意安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